哈喽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1月13号啊 日本时间是凌晨45分 快凌晨一点了 录完这个也该睡觉了 不过也快周末了啊 这两天日本这个 公司劳动市场有一个重磅消息 就是说有名的优衣库 给员工提高工资到 提高了40% 比如说他新入社的社员 他的工资可以到30万 那么店长 店长也就是说干一至两年之后 提升为店长 从现在的29万到39万 那么这个公司就是 大家就很喜欢干了 带了一个好头 就是说日本经济如果想发展 就是要走出来长达20年的通缩 一定要涨价 涨价工资这个日本才会经济越来越好 目前日本太便宜了 像他们去美国去这个旅游什么的 那个美国你去叫一个汉堡包套餐就要一万三千这个日元呢 那个你到日本的话三千日元就行 所以北美的这个食品 这个价钱是日本的三到五倍 但是工资的话北美也比日本高 现在就是流行日本很多年轻人就干脆到美国去打工去了 到美国的这个日本餐厅啊 中华餐厅 日本人啊 日本的小孩 因为日本人去美国也不要签证什么的 去打工 据说在那边连小费在什么 一个星期可以打出四千美金 这就相当可观了 四千美金那一个月可以打出将近一百万日元嘛 一个月 这相当可观了 所以很多人觉得比如说从地方到东京也是人生地不熟的 要重新开始 那就干脆去美国去打工还能练英语什么的 都挺高兴的这种 那么这次优衣库带了一个好头 就使得日本的这个工资市场能涨 以前是太低了 尤其是在这个服务业 这个餐饮业啊 餐饮业很多这个基本公司才三百四百这样的 不是三百万四百万日元 到店长级可能六百万七百万 但是还要加班很辛苦 我看有的这个餐饮业 因为我认为一个老板 他开了四五十家这个餐馆 然后疫情的时候补贴了很多钱 他这个在日本开餐馆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招到员工 现在这个年轻人打打工还可以大学生什么的 但是他要当正社员的话 大家还是不愿意做吧 而且我看他们太辛苦了 你比如说居酒屋什么的 他都是下午营业 到五六点晚上五六点营业 这个一直干到凌晨三四点 那你说这个人哪受得了啊 对吧 这个从晚上一直干到凌晨三四点 这个不能常干我觉得 所以这个餐饮业还有这个卖衣服的也挺惨 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广告 就一个大叔在麦当劳打工 这广告词说去年我还是一个上班族 现在就在麦当劳打工把当上班族的智慧 用到这个麦当劳来 这简直就是扎心呢 扎日本人的心呢 简直现在还真是 我就发现很多服务业 这个大叔越来越多 本来这个大叔在日本社会 你应该去公司穿着西装 系着领带当一个白领 是吧 然后跑到麦当劳 或者是卖衣服 你说一个大叔在那卖衣服 也不想买 也没有那个欲望了 对不对 你说要是一个漂亮小姑娘在那卖衣服 给你推荐什么的 这大叔你说 当然现在这个优衣库 我觉得在优衣库工作也挺轻松的 其实 现在因为他们全都是自动化 这个 你去付款 它是自动机器 还挺先进的 你那个衣服往上一摆 都不用扫码 它也不怎么抓拍什么的 就能把那个价钱 都准确无误的给你计算出来 全都是自住 那么你自己 这个 你是用信用卡呀 现金啊 什么的 自己就自住 完全自住 所以 这个电源很轻松的 电源就是收拾收拾 这个做一些物品管理的话 那 这么高的工资 比如说你干一两年 就可以到39万的话 一般中小企业到不了 因为 像这个 我知道一家IT公司 还是挺大的公司 它这个出证给 我看20年没有账了 20年前出证给 也是22万 如果你是硕士的话 245万吧 然后我那天看他的网站 还是 没涨多少钱呢 简直是 而且它是一个IT公司 这个 所以日企的这个IT公司 变化真是挺 就说挺小的 你还不如去 这个一些外资 美资啊 什么的 一些外资 它的工作方法呀 各种 当然随着这个日本 慢慢的走出通缩 日本的经济会好起来 所以说实话 我觉得现在在日本投资 是一个挺好的 一个时机 要么你就赶紧买房 钱不够你就买股票 买股票买日本的这个ETF 或者是银行股 最好的就是东京 三菱银行 这个UFJ三菱银行 这些银行股 应该是不差的 反正未来就是25年 日本的黄金时机 如果你抓住了 就挺好的 如果抓不住的话 那你就完全人生就不一样了 你像中国20年前 你要逛逛买房 那你现在人生就不一样了 对吧 咱们很早来日本 30年什么的 你没买房 你就完全 现在人家国内的这个买房 赚钱了到日本来 自由人生 那看着的话 就是因为 错过了这个时机 对不对 我记得我有个前辈 他在北京有一套房子 2013年竟然把北京的房子卖了 给他后悔的呀 简直 他们就做生意 但是从来就是不会投资 所以你会做生意 这个挣钱是一方面 然后会投资 这个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你投资要稳健啊 不能就是说 把所有的钱都放进去投资 那你的这个人生就 非常的悲惨了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说你挣了钱 要把这个利润 要把本金拿出来 然后拿利润继续的炒 或者是什么的 这样的你人生才能完美 然后遇到好机会 就敢于用杠杆 当然你要非常非常稳妥的 遇到好机会 用杠杆可以改变人生啊 用好这个杠杆 那你就倾家当产 所以吧 总之来说 这次优衣库账用新 40%是带了一个好头 也不知道其他的这个公司 像一些居酒屋的连锁店 比如说有一个挺有名的 烤鸡店对吧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 郑社员涨工资 当然现在最低小时工的工资 是涨了 我们20年前留学的时候 那时候餐饮店 800日元900日元对吧 现在最低的就1000 1100啊1350这样的 还是涨了 物价也涨了 我记得20年前 一根黄瓜17日元 现在都是78日元呢 还是涨了很多都在涨 当然月涨价 只有走出通缩 日本的经济 才会迎来光明 看看吧 我觉得后面日本经济 会好起来的 是投资的好时机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评论 点赞并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